Hello,大家好,我是百亚大士奥菲斯 今天旅行中的艺术品定为了佛罗伦萨 吴菲茨美术馆 这里馆藏了无数顶级大师的写作 不过今天的主角不是他们 今天受益为曾遭遇老师凌辱 将旅行复仇主题融入画作的 17世纪独立旅性画家 珍·莱蒂斯基的作品 有蒂德割下赫勒佛尼的头奴 先说一下这个故事的背景 这是一幅宗教话 内容来自圣经旧约 一个美德战胜邪恶的故事 有蒂德是古犹太女英雄 故事大概是这样 亚素将军和勒佛尼 带大军包围了一个城市 敌人太过强大 一旦破城就是屠城的下场 于是城中人希望投降 来换取一线生机 这时年轻美丽的寡妇有蒂德 带着侍旅前往地 用美貌色诱了 和勒佛尼 并在他熟睡之时 砍下了他的头颅 带回城中 亚素因失去了祖帅 迅速败退 有蒂德因拯救城市 受到了人们的参颂 这个主题自中世纪开始 就备受画家们欢迎 最为出名的应是 巴洛克艺术领路男 卡拉瓦乔的同名作品 砍下和勒佛尼指头的有蒂德 我们先看卡拉瓦乔的画 第一感觉是血腥 有蒂德手持利润 却一脸厌恶 旁边的侍从老鱼 也是为了凸显女主年轻美貌 和勒佛尼被利润割喉 鲜血四溅 死不瞑目 画面明暗色调浓涅 极富戏剧冲突性 但戏观时 却尚有欠缺 比如见出的鲜血有点假 有蒂德迟到的手 显得无力 让人无法相信一个弱女子 竟然杀了一个壮汉 但尽管如此 这幅画却依旧富有张力 和文艺复兴时期的静美风 迥然不同 而真提莱斯基 同题材 同构图的作品 已经超越了他的前辈 卡拉瓦乔 同样是歌喉 有力的手持巨剑 似乎有些吃力 歌喉更像是在巨下头颅 鲜血溅在他的胳膊上 和乐佛尼极力挣扎 但无济于事 他为侍女死死按住 喉咙被拒开 生命在消逝 大叔认为 真提莱斯基的作品 更有创突性 也更真实 两个视死如归的伙伴 眼中充满了毅然决然 毫无惆怅和犹豫 十二分的气魄和化身厉鬼的狠心 为了拯救家乡 不惜出卖色相 不惜满手鲜血 值得一提的是 尤蒂德的手镯细节 上面雕刻了 狩猎和月之旅神 阿尔特弥斯 而画家本人的名字 阿特米西亚 源于此名 手镯其实是画家的象征 画中的尤蒂德 也是他怒火的释放 为何会这样 其实和他年轻时 一段不堪的经历有关 他曾跟随一位叫塔西的画家 学习透视 但是却被塔西骗去了身体 塔西声称会娶他 但其实是个渣男 阿特米西亚将他告上法庭 一波三折后 塔西最终蹲了大牢 阿特米西亚则去了佛罗伦萨 所以他画了不少女性复仇 来发泄心中的怒火 但不管如何 他是当时被官方承认的画家 也有不少王侯的订单 在当时社会普遍轻视 女性画家的年代 他可谓一枝独秀 据说 这幅画是托斯塔卡纳大公的订单 大公妃子看到画后 吓得花容失色 也许大公想要的是卡拉瓦乔的温和版 而这幅画有点过于惊悚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关注大叔 给大叔点赞 你们的支持是大叔持续更新的动力 我们下次再见